哈喽大家好,我是熊猫 那在这期视频正式开始之前呢 我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 就是我有幸的上榜了第三届bilibili新星计划 所以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我决定在这期视频里抽一枚凤凰的50毫米F1.7的镜头 记得去参加哦 好的,让我们开始 按照承诺呢 这期视频里我将会对腾龙的这颗2875F2.8的前镜片进行完全的破坏 那苦于没有录机啊 所以我就随便找了个采集器来录制机内画面 不是特别清晰,大家就凑合看一下吧 好的,上行场了 啊不,换镜头 我们把它装上去 那这把玻璃刀只是淘宝上面那种八块钱包邮的,应该是最便宜的了吧 也不知道好不好用,所以我们先来试着滑一下 有没有听到心碎的声音 然后,那我就先照着星光镜的样式再划几条横线 好的,此时的划痕已经非常的严重了 三条贯穿式的横线 但这个画面好像看起来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但是小光圈下的话它就显得非常糟糕了 但我们常用的大光圈下它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好的,我们接着将它完全的划烂 完全的破坏掉 我要将这个前镜片划满 我们下来 变密集之后 这个画面渐渐的变朦胧了 这里我用的是索尼的远古机型 NEX52 那不要吐槽说 你为什么不用小光圈呀 为什么不收到F22呀 你看一下 小光圈下有多少划痕啊 那但是你买这个F2.8的镜头 去用F22 这个实在是有点难以理解啊 我想大部分人买这个 最多也就收到F4 F8吧 所以测小光圈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才不是因为我忘了路呢 它现在的样子大概就跟长满了梅丝的时候差不多了 我们再来拍几张照片看一下 反正测试划痕嘛 大家这个样片看个大概就可以了 那这样肯定是没法用了 所以我将它的前镜片拆下来看一下画面如何 好的 这颗镜头在28毫米左右的时候 去掉了前镜片依然可以对焦 而且对焦距离非常的近 但是焦距离长了之后就无法对焦了 看来还是需要前镜片的 所以我在售后定了一枚全新的前镜片 来重新对它进行修复 先将这里面的碎屑清理一下 那这部分我用吸尘器吸了一下 所以还是比较干净的 大家就不用担心说这个玻璃的碎片会不会划伤之类的 然后就是常规操作拧上前镜片 这个镜头就算是重生了 但是呢 它的这个前螺纹部分已经损毁严重了 所以我只能再添加一枚UV镜 来将它的螺纹部分补全 然后用这个贴纸将四周的缝隙也贴死 然后再拧上遮光照 完美 好的那至此呢 这颗腾龙2875的镜头就算是彻底彻底的修复完成了 那它现在已经在闲鱼上开始拍卖了 时间只有一天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一下 另外不要忘记了这期视频是有抽奖活动的 好的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有意思的话 欢迎为我点赞收藏投币评论 多多发弹幕 我是熊猫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